為小朋友選擇這間適合她的學校 按著她的性格來選擇 例如小朋友比較活潑 會否適合她紀律嚴明一點 或者自由開放一點的學校 會適合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為她選擇一間適合她的學校 是應該的 不過我們會看自由主動 或者自由開放一點 以及紀律嚴明會否互相有衝突 其實我覺得沒有衝突的 要找一間適合她的學校 無論她是一個活潑開朗 或者一個比較沉靜或者安靜的小朋友 她都需要守紀律 她都需要一些比較自由創作的空間 所以一間學校要按著小朋友 不同的性格 或者她們的參與度 其實她們都要讓小朋友學識 在當中守規矩 亦都要讓小朋友在當中 學習她們自己本身的主動 她本身在當中有創意的發揮 這個是重要的 香港的教育制度 好 我有幸跟我的小朋友 經歷了幼稚園 小學 中學 大學 這個階段 其實沒有一個教育制度是完美的 總有她的一些瑕疵 問題在於我們家長怎樣看 是否一定要在這個教育制度中 讓我們小朋友去到最頂級 其實我們就會看 我們要求我們的小朋友 是一個怎樣的小朋友 她在當中學習知識 是否一定透過學校 透過她的一些考試制度 或者她在當中跟別人相處 怎樣去讓她在整個過程中成長 這個我們覺得是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們單是靠學校的課程 單是靠老師的教導 其實真的有一定的錯失 錯失是因為不夠全面 一個小朋友的成長 是要學校、家、父母、老師 各方面的參與 才能夠模仿一個健康快樂的小朋友